全文故事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显示的是我老公 我接了起来 喂 我刚想告诉他 提前出差回来了 就听到男人颓废的声音 从里面传来 然然 我创业又失败了 所有的钱都没了 我的脚步一断 想起来前些日子 男人和我说 想要再试着创业一次 我想着支持他的事业 就按照他的意思 打了五百万给他创业 不过 这也不是张启国 第一次创业了 他创业失败了好几次 每一次都是我 给他擦的屁股 这样的场景 已经出现了好多次 我暗暗没心 这几天的连轴转 我已经很久 没有好好休息了 我叹了口气 直接了当地问道 说吧 还差多少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两个之间 已经没有其他的话题了 除非张启国想要钱 三百万 然然 你再给我三百万 我保证我这一次 一定会成功 听着男人激烈 伴随着争鸣的声音 我的眼底 划过一抹失望 电话挂断后 我的脚步一转 没有回家 而是买了去广西的票 直接飞到了张启国说的 那个地方 我倒是想要看看 男人一直创业的是什么东西 实话实说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过去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打着给男人 一个惊喜的打算 我还特地 把女儿接了过来 正好我们一家三口 很久没有一起 聚在一起了 到了广西 我和女儿婷婷 一起先去了酒店放行李 今年婷婷刚好高三 还在寒假 把孩子接过来放松一下 我们是要去哪里 女儿坐到了我旁边 有些好奇地问道 都说女儿长得像爸爸 可是我的女儿 却完美地遗传了我的基因 别人看到我们俩 还以为我们是两姐妹 看着眼前的女儿 注意到她 对我有些躲闪的眼神 我的心里 划过一抹愧疚 这些年 我一直忙着公司的事情 很少有时间陪着孩子的身边 以至于 我们母女俩的关系 并不亲密 而我摸了摸她的头发 想着先带她去吃饭 晚点再去找张启国 看了看手机 选择了一家离得比较近 口碑不错的西餐厅 我开车过去了 听听 看看菜单 想要吃什么 我注意到女儿好奇的眼神 笑了笑 把菜单推到她的面前 婷婷看了一眼我 低头看了菜单 等了好一会 对面都没有回复 我看向女儿 问她是不是不符合胃口 我可以点吗 这个太贵了 女儿小心翼翼地攥着菜单 问向我 我愣住了 没有想到她会这样问 看着孩子脸上流露出来的怯弱 心疼的感觉像是针扎一样 当然 你想吃什么都可以点 妈妈赚了很多钱 我们婷婷想要吃什么都可以 我柔声地和她说道 看向服务员 点了她刚刚看了很久的几道菜 可是 奶奶说 我们家没有那么多钱 不可以乱花钱的 看到我点了这么多的东西 小人眼睛微睁 有些着急地说道 文言 我手上的动作一顿 眼底划过一问 奶奶平时给你做什么吃的 奶奶说 我们家没有钱 所以 不能吃那么好的东西 女儿越说越小声 可能是看到了 我有些难看的表情 放狗屁 我因为工作原因 平常都是张启国和他妈一起照顾的孩子 我每个月都会打一大笔 前进婆婆的银行卡里 让她日常开支 怎么可能没有钱 我眼下眼里的含义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等回头的时候 我再好好弄清楚 我们母女两慢悠悠地吃完饭 我才去车去了张启国之前发给我的那个地址 地方离我们酒店有点远 等开到那里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我看了看前面的独栋小别墅 又研究了一下地址 确实是这里 没有错 看了一下手机 我拨通了张启国的电话 电话铃声响了很久 直到挂断 当我正准备再打过去的时候 女儿拉了拉我的衣角 那是爸爸吗 我顺着女儿的视线看过去 就看到不远处 一辆车停在了那里 车灯一闪一闪的 还有男人和女人的调笑声 我抿了抿唇 二话不说 先把孩子塞进了车里 以防她看到什么少儿不移的画面 虽然我看不清楚 车上的人的模样 可是我莫名地觉得 张启国就在车里 我就站在车旁边 看向那里 车子慢慢地歇了火 四周再次陷入了黑暗之中 这一次 我更加清楚地听到了 从车上传来的声音 男人粗重的呼吸 和女人的喘息声 在这黑夜里 显得格外暧昧 终于车门打开了 看到下来的男人 我的脸上骤然难看了下来 指甲深陷入掌心里 泛着刺痛感 三那是张启国 我很确定 因为男人身上穿着的衣服 是今年他生日的时候 我给他在国外买的 国内基本上没有 男人下了车 漂浮的步伐 和春风满面的状态 昭示着车内刚刚发生了什么 他很体贴地走到另外一边 开了车门 一个女人的裙脚 率先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我憋着一口气 就这样直直地 看向不远处的两个人 女人的全貌 展示在了我的眼前 看样子 应该才二十来岁 脸上的青色感满满 两个人下了车以后 手拉着手 就进了别墅里面 我看着楼上亮起的灯 沉默地站了一会 进了车里 妈妈 女儿看见我进来了 疑惑地叫了一句 刚刚我把他塞进了后座 把隔板伸了起来 所以 他并不知道 刚刚外面发生了什么 我眨了眨有些干涩的眼睛 一边启动车子 一边向他解释道你 爸爸现在有事要忙 我们改天再来找他 女儿定定地 看着我的眼睛好一会 点了点头 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 刚刚的事情 带给我的冲击 实在是有些大 内心思绪纷乱 回到了酒店 我让女儿回房间去洗澡 我则坐在床上 一直回想刚才看到的画面 摆在我面前的一个 很显而易见的事实 张启国出轨了 电脑上的报表 我已经看不下去了 屏幕的灯光打在我的脸上 显得有些苍白 我实在想不明白 男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和张启国结婚将近二十年 大学时候就在一起了 一起经历了很多的风雨 而且 婚后 张启国创业屡次遭到挫折 反观我的事业 却蒸蒸日上 顺利地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赚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所以 我们家庭自然而然地 就形成了 我赚钱养家 张启国照顾家庭的 这样一个模式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不知道为他 为他妈妈花了多少钱 因为我觉得 我们是一家人 不应该太计较这些东西 可是 如今 我得到的 却是丈夫出轨的结果 此不过 在商场里打拼这么多年 我很快地平静了下来 快速地思考利弊 并从中找到一个 对我而言的最佳方案 我拿起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许律师吗 对 麻烦你了 处理完了所有的事情 我的神经松懈了下来 按了按有些抽痛的额角 才发现 有一个人站在门口 婷婷 我错愕地 看着不远处的女儿 拿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的 也不知道她听到了多少 本能的有些紧张 我还没有想好 这件事情 怎么和女儿说 现在 她处于高三的关键时刻 作为母亲 我不希望因为这样的事情 影响她的学习 可是 作为过来人 我知道 孩子更希望我能如实相告 母女俩的沉默了一回 我看着低着头的女儿 心口发软 轻叹了一声 拍了拍床说过来吧 她乖乖地坐了下来 我观察了一下她的神情 正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她出声了 你说什么 我看着眼前的女儿 不确定地再次问道 她坐了起来 只是我道我支持你和她离婚 这个她 是谁不言而喻 我的眼底 划过一抹诧异 我弯了弯嘴角 勉强地笑了笑停停 你都听到了 女儿沉默地看着我 我叹了口气 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却看到了她脸上一闪过的痛色 我皱起了眉头 有些着急地问道 怎么了 我手上的动作没停 掀开女儿的衣领 就看到了一道黑紫色的淤青 横灌在白嫩的皮肤上去 对视上女儿微红的眼眶 我努力放轻微尘的语气 告诉妈妈 是怎么弄得好不好 终于 我听到了所谓的真相 奶奶 是奶奶打的 女儿哽咽的声音 在空荡的房间里响起 很快又归于沉默 无我错愕于这个消息 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婆婆造成的 手指颤抖地附上伤口 我看了婷婷的其他地方 发现像这样的淤青 有好几道 全部是在被衣服 遮住了不易发现的地方 呈现出细长的形状 像是被衣架一类的东西 抽打所致 怒火让我难以维持 稳定的情绪 我怎么也想不到 婆婆竟然在被地里 打骂孩子 作为一名母亲 此刻愧疚感像是 巨大的浪潮 一眼淹没了我 我的呼吸不受控地 粗重起来 手指伸陷入掌心 看着眼前伤痕累累的女儿 我感受到了无比的后悔 告诉妈妈 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拿了张纸巾 给婷婷擦脸 我软了软声音继续问道 奶奶为什么要打你 女儿看着我 沉默了很久 最终颤抖着 说出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泪水滑过稚嫩的脸庞 留下一道深深的泪痕 婷婷哭累了 很快就睡着了 我亲手地关了灯 走出了房间 去了阳台 看着外面的夜景 我慢慢地点燃了一根香烟 尼古丁的辛辣刺激着舌头和神经 一时之间 我的思绪有些飘远 张启国是不喜欢我吸烟的 因为他觉得 女人吸烟很不好 但是我知道 男人这样做 并不是因为担心我的身体 而是因为他觉得 这样会让人在背后说闲话 说到底 不过是为了他的面子 为了家庭和夫妻之间的关系 我也从来没有在张启国面前抽过烟 可是如今 我的身心俱疲 想到伤痕累累的女儿 和此刻和另外一个女人 睡在一起的丈夫 以往我一直挺立的脊背 也弯了下去 我忘记了 坐在阳台上坐了多久 直到天光大破 手机信息铃声响起 我才缓过神来 点进手机 映入眼帘的是 张启国抱着一个女人的亲密照片 遛着是 昨晚我让秘书查的东西 他的办事效率很快 这一段日子 张启国的日常 全部都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照片上相拥的男女 笑容幸福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们是一对甜蜜的夫妻 我从头到尾 看完了所有的资料 发现张启国早在四年前 就已经和这个女生有联系了 四年前 张启国第一次跟我说 想要创业 来了广西 也是从四年前开始 我们一家人聚少离多 我一心地铺在了事业上面 经常满世界的飞 开拓市场 婷婷也因为不放心 所以 交给了婆婆带 又翻回了他们的照片 我拉大仔仔细细地 看了一遍这个女人 隐隐约约的熟悉感 一时之间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自己在哪里见过她 妈妈 女儿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我的手指一僵 下意识地暗灭手机 这些东西 在没有完全明确之前 我并不想要女儿知道 因为这些东西太脏了 我不想破坏掉 孩子 对于家庭的美好幻想 虽然她已经 或多或少地知道了什么 回头看着女儿 我弯了弯嘴角 没有上前 怕她闻到我身上的烟味 只是催促她 快去刷牙 等下一起去吃早餐 等女儿走了以后 我也进房间 草草地收拾了一下自己 我和婷婷 就下楼去了酒店餐厅吃早餐 也不知道 是不是冤家路窄的原因 我在餐厅里 一下子就看到了 昨天和张启国一起的女人 站在餐桌这里看过去 我就看到 那个女人牵着一个小男孩的手 大概在三四岁左右 两个人正站在那里 我实在想不明白 女人为什么会和张启国在一起 因为 她看起来面容娇好 而且比张启国年轻二十几岁 当我正准备走过去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男人 然后我就看到了 两人带着孩子一起走了 看着他们的背影 我若有所思 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精彩了 其吃完早餐 我就带着女儿 去了这边的动物园玩 毕竟一开始 我的打算就是带孩子出来散散心的 而且女儿这么大 我从来没有陪她来过动物园玩 不可否认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我缺失了很多时光 当婷婷去了厕所 我在长椅上等她回来的时候 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婆婆两字时 我的手指微顿 任由她想了很久 在快要挂断的时候 才不紧不慢地接通了电话 然然 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电话一通 我就听到了婆婆的质问 我轻声地笑了一下 刚刚在忙工作 没有看手机 婆婆见此也不再多说 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并不算好 平常根本没有什么联系 所以此时此刻 我对于她突然打过来的 电话意图很感兴趣 听启伯说 你昨天回来了 婆婆试探性地问道 我抿了抿唇 应了一声 她继续说道 既然回来了 不如过来我这里吧 婷婷那么久 没有见到妈妈 也很想你呢 那我和婷婷说个电话吧 我拿着电话故意说道 对面似乎是没有想到 我会这样子说 立刻慌了 支支吾吾到婷婷 婷婷 她现在在写作业呢 不方便接电话 文言 我的眼底划过一抹讽刺 她对于这些谎话 倒是信手拈来 很显然 她对于婷婷 已经不在家里的情况 一无所知 由此可见 平常她对孩子的关心程度 见我没有出声 婆婆终于问出了 她的最终目的 冉冉 你公司最近没有什么事情吧 我的眉头猥琐 声音微沉 问道什么事情 巴后面 我就不打算再和她掰扯下去了 因为我看到了 婷婷已经出来了 不过 她当当说的内容 也提醒了我 如果此刻 我和张启国提出离婚的话 那么 我的公司和我名下的资产 将会被法院判为 夫妻共同财产 这样一来 离婚的话 张启国势必会分 走我的一半财产 看来 我得想个办法 让张启国 无法分走我的财产 这样的渣男 她休想再从我这里 得到一分钱 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我就抛开了这些事情 陪女儿好好地在动物园里面玩了一天 同时 我发了信息给秘书 让她这段时间 代为处理公司的事情 因为刚刚我在国外 拿下了一个巨大的项目 最近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都比较清闲 而且 公司新的一轮融资即将开始 这轮融资完成的话 那么 公司将会上到一个新的台阶 陪女儿在这边玩了几天以后 我就找人把她送了回去 只是这次 我没有再让她回婆婆家里面 而是直接让她去了 我新给她买的公寓里面 住下安心的学习备考 妈妈答应你 等你高考结束 以后再带你 去别的地方玩好不好 在机场上看出了女儿有些不舍 我拍了拍她的脑袋说道 婷婷看了我一眼 犹豫了一会 最终还是说了出生那爸爸那里 我笑了 知道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她 毕竟她已经是个小大人了 我向女儿承诺道 会让做错事的人 得到应有的惩罚 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 我眼里划过一丝寒意 回到了酒店 这一次 关于那对渣男贱女的复仇 就要开始了 好戏就要上演 久回到了酒店 以后我精心地进行了护肤及按摩 犒劳了一下自己 毕竟明天有一场硬仗要打 第二天早上 我起来了以后 收拾好了自己 直接开着车 就到了张启国柱的地方 跑车紧急刹车 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摩擦 发出了一道尖锐的声音 留下了一抹黑色的痕迹 打破了这个宁静祥和的早晨 我下了车 抬头往别墅楼上看 恰好屋子里的人 打开窗往下望 我和那个女人 猝不及防地对视上了 在她有些疑惑的眼神里 我的红唇微弯 对女人缓缓地露出了一抹笑容 拿出手机 拨通了熟悉的电话号码 我听到了楼上男人的声音 嘴角的笑容加深 我看着楼上有些疑惑的女人 对电话里说道 张启国 我现在在你楼下 下来接我 电话里面的声音 瞬间没有了 下一刻 我就看到了张启国的面孔 出现在窗户上 我的视线划过她有些发浮的脸庞 没有错过 在她脸上一闪过的惊慌和心虚 我靠在跑车上 漫不经心地等她下来 给我开门 结果我等了十来分钟 还是没有人给我开门 正当我等得不耐烦 准备一脚把门踢开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女声 从不远处响起 我转了过去 就看到了张启国的母亲 我的好婆婆 她也注意到了我的动作 连忙小跑了过来 挡在了我的面前 对着我露出讨好的笑容 然然 怎么了 咱们有事好好说 这给别人家 看了多不好看 是吧 我看着挡在我面前的老妇人 眼底的讽刺加深 我扶下身子 凑到她的耳边 故意地说到妈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是在家里面陪婷婷吗 然而 我却低估了 她不要脸的程度 王春艳在我面前慌乱了一瞬 然后就立马都摆起了长辈的架子 使则我到我都还没有说你呢 你一个女人家的 结束了工作 难道不应该先回家看孩子吗 到处乱跑什么 我听完她的话 我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石王春艳一脸诡异地看着我 我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也懒得再给她一点面子了 我直接拿出手机点开了张启国 和那个女人的亲密照片摆在了她的面前 这下 王春艳淡定的面孔终于被撕碎 我慢慢地走前去 向她逼近 看着她 有些颤抖的嘴唇 轻声地说到 你怎么不说说 看您好儿子 在外面干的事情呢 王春艳瞪着我 她已经反映过来 目前的局面了 她知道我已经知道了 所有的事情 然而 我已经不想再跟她 继续扯下去了 把王春艳一把拉开 我就一脚地踹在了铁门上面 发出了一声巨响 也不知道是不是张启国 她对于这个小区的安保措施 太过于放心了 在王春艳不可置信的目光下 铁门被我一脚就踹开了 很显然 这个门根本没有锁 眼看着我就要进到里面去 王春艳也不管不顾了 整个人坐在地上面 撒泼大叫道 来人哪 快来看啊 媳妇欺负婆婆 让我这个老人该怎么活啊 我也懒得看她演戏 直接大踏步地走了进去 正当我以为张启国 还是会像孙子一样龟缩着的时候 客厅的大门打开了 张启国从里面走了出来 一脸怒容地看着我 大声斥责道 周然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闹够了没有 然后她匆忙地跑向王春艳 想要看看自己的母亲 有没有受伤 看着眼前上演着的母子情深的画面 我笑了 觉得十分讽刺 这个时候 里面的女人也跑了 出来看到王春艳狼狈地跌坐在地上 连忙跑了过去 我听到她叫了王春艳一声骂 我眯了眯眼 看着眼前像是一家人的三个人 感觉自己真的是太傻了 十一很显然 对于张启国在外面养女人的事情 王春艳是一清二楚的 甚至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他们三个人已经组成了一个家庭 此时此刻 显得我这个正牌妻子 像是拆散他们家庭的坏人一样 知道王春艳没事 张启国站了起来 怒气冲冲地朝我走了过来 一把扯过我的手腕 就想要把我往外拉 男女之间天生的力量悬殊 我一下不注意 被他跌跌撞撞地拉了几步 感受到男人粗利的手掌 附在我手腕上的感觉 我甚至还能闻到 张启国身上传来的一股淡淡的香味 一股强烈的令人作呕的感觉 袭击了我 想到在前不久的时候 张启国还和另外的一个女人 躺在床上温存 我就觉得特别恶险 我抿了抿唇 一把甩开了他 张启国 如果你不嫌丢人的话 就继续叫 我看着眼前同床共枕了多年的男人 此刻觉得他是如此的陌生 男人被我一说 也回过神来 停下了脚步 我看着眼前三个神色各异的人 无声地笑了笑 我环顾了一圈这栋别墅 看到了里面华丽的装修 然后又从视线转移到王春艳旁边的女人身上 她穿着一身真丝睡衣 那个牌子刚好我也认识 可以说她这一身衣服的价格就不低于五位数 我站到了她面前 低头俯视着她说道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女人看了一眼我 眼底划过一抹心虚 小声地回答道 徐玲玲 我又重复地叫了一声她的名字 继续问道 那你知不知道 这个男人是有家庭有孩子的呢 在我强势的目光下 徐玲玲低下了头 沉默了起来 答案不言而喻 这个时候 张启国拦在了她的面前 一副生怕我伤害徐玲玲的模样 十二我看着她 无声地对峙着 这个时候 别墅外突然涌进了一群 训练有素的保镖 张启国和王春艳 看到来势汹汹的人 明显地慌了 男人看到这些保镖 都站到了我的身后 耿着脖子 看着我虚张声势地问道 周然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漫不经心地掀了掀眼皮 看着他们 向身后的人挥了挥手 下一秒 摆放在院子里面的花瓶 应声而破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王春艳惊恐又愤怒地尖叫了起来 一部分保镖 进入到了房间里面 很快 东西砸在地上的声音 从里面穿了出来 场面陷入了混乱之中 张启国也是紧紧地握着拳头看着我 我从包包里面 拿出手帕 擦了刚刚张启国碰到我的地方 然后把手帕扔在了地上 看着男人难看的神色 我嘲讽出声张启国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会单枪匹马的一个人 来到这里吧 保镖们的动作很快 院子里面的东西 没过多久 就已经被炸得稀巴烂 而房间里面的保镖 则到了二楼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响起 然后我就看到王春艳明显慌张了的表情 甚至在我还没有看清那个孩子的样貌的时候 下一秒 王春艳已经把他牢牢地抱在怀里 一副我会声伤害他的模样 从王春艳灵的态度中不难看出什么 看着他怀里的男孩 我看向张启国 以肯定居的方式说道 这是你的孩子 男人错开了我的眼神 沉默了下来 这个时候 王春艳替他回答 我的问题是 我看向理直气壮的王春艳 突然真的觉得自己搞不懂他们的脑回路 王春艳似乎是被我的眼神刺到了 他把孩子护到身后 站起来看着我 大声骂道 谁叫你自己生不出儿子 和我儿子结婚这么多年 就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有什么用 女儿都是赔钱货 我没有让我儿子和你离婚 已经算好了 十三 我真的被王春艳这一段厚颜无耻的发言气笑了 我看向一旁沉默着的张启国问道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张启国继续保持沉默 看着他那一副懦弱的模样 我的眼里难掩失望 当初的张启国并不是这个模样的 我和张启国是大学同学 在大学的时候就相恋了 毕业以后我开始创业 意外的很成功 生意上面的东西使我忙碌了起来 在毕业两年以后 我们就结婚了 然而来人的事业方面却一直发展不顺利 那个时候我也安慰他 说没有关系 所以从结婚到现在这么多年 这个家庭是靠我一个人努力打拼养活的 如今我却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初我怀孕的时候 因为是投胎 胎位不正 声停停的时候大出血 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医生也说 从此以后 我很难再有孩子了 那个时候 张启国跟我说没有关系 哪怕只有一个孩子 他也会好好地爱护我们的女儿 而现在看着眼前的男人 早已经物是人非 这个时候 领队的保镖 侧在我耳边说 已经完成任务了 我点了点头 这个别墅 别墅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这里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张启国母子 花我的钱买的 如今 既然已经撕破了脸皮 我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我就是不想 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好过 我不想要和面前的人 继续纠缠下去了 冷冷地看了一眼张启国 我下了最后的通告 张启国 我们离婚吧 回到酒店 以后 我打电话给了律师 让他拟定离婚协议 同时还有法庭的判决书 我要起诉张启国出轨 他休想要再 得到我的一分钱 事情处理完了以后 我就迅速地飞回了北京 不想再见到任何讨厌的人 所有的一切 都在按我的计划进行 这个时候 我接到了我妈妈的电话 我的眼眸闪了闪 还是接通了电话 十四很显然 王春艳打电话给了我妈 目的显而易见 他不希望我和张启国离婚 毕竟这么多年以来 我都是他们母子的摇钱树 以张启国的能力 离婚之后 他根本无法养活他自己和他的母亲 我告诉了我妈妈所有事情的真相 他沉默了下来 叹了一口气 满满的无奈 但是他说他支持我所有的决定 电话挂断后 想起律师 上次跟我说 现在目前已经收集好了张启国所有婚内出轨的证据 起诉方面 是完全没有问题 他必然败诉 但是在张启国名下的财产和不动产 可能很难拿回来 因为已经进入了他的名下 想了想 我打电话给了秘书 问他之前让他留意的事情怎么样了 他告诉我说 有营销号协我的公司出现了投资失败 资金链断裂的情况 很有可能破绽 想到上一次 王春艳特地打电话来问 我就留了一个心眼 现在我大概知道他打的是什么心思了 我向秘书吩咐到 让他雇几个营销号 让营销号继续写 把这件事情夸大 务必让王春艳知道 律师的动作很快 进行了法庭的第一次庭审 我见到了王春艳和张启国 在看到我后 王春艳气势汹汹地朝我走过来 向我质问到周然 你的心机真的好壮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公司就要破产了 我挑了挑眉 顺着他的话说了下去 所以呢 王春艳瞟了我一眼 继续说道 我们的律师已经跟我们说了 因为你把财产一部分 给了我儿子的原因 到时候 你公司破产的时候 我们需要承担一大部分的债务 我告诉你 想得美 我们是不会给你 还一分一毫的钱的 我插着腰 正好以侠地 看着他继续到所以呢 十五这个时候 张启国拿出了一份财产转移文件 他看着我说道 这份文件里面的财产 是这些年你给我的 现在我把他们还给你 以后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男人说的冠冕堂皇 但是 我知道他只不过是不百分好意 他只能复杂皇 就应该乎起来 我让你去医院 我们有这么多对啊 比较迁冠军 然后我还有一个 那么大事 我刚才明镶